这个长远的规划 我举个例子说 我们一直在讲说 台北市现在的捷运系统多好 多令人羡慕 可是我念一个名单 光是行政院长就经过几任 孙运玄 余国华 李焕 郝伯春连战肖万长 你看这个行政院长 这样子就有六任的这个行政院长 再加上台北市长 包括黄大洲 陈水扁 马英九 这一系列下来 还有这个郝龙斌 还有现在的这个柯文哲 这一系列下来 换句话说 不是一任市长就可以搞定的 那换句话说 桃园的航空城是延续过去的计划 好 我们无可厚非 可是呢 你是不是一处可救 我认为是非常危险的事情 你用一个仙女棒一挥 然后航空城就立刻起来了 然后找一堆企业家 大家一起来谈 好像开一个嘉年华会一样 你可以这样搞吗 所以我觉得做任何事情 如果没有长远的规划 那个出来的东西 那个就是说你蒸一个蛋糕 你要五分钟就蒸熟一个蛋糕 烤熟一个蛋糕的话 那个蛋糕的味道 他的这个内含物一定会有非常严重的问题的 可是民进党执政 他就是从选举倒推 选举前十个月我要做什么事 选举前五个月我要做什么事 他都排好了 那这个时候呢 所以不同的时间点 我对航空城 如果是国民党执政 那就是不错的事 如果是我执政 这就是好事情 如果是轻轨 是国民党执政 就不可以做 如果是民进党执政 那就是好事情 所以赖教授 对于民进党来讲 他所有的事情 都是选举考量 都要这样做 这样的风险 到最后都是老百姓承担 而政跟商之间 如果是国民党的市长 国民党的总统 跟这些商人同桌吃饭 那还得了 那在官商勾结 对 那民进党在官邸 那就没有关系 那都是一切 为了我的桃园 一个县长 如果说我为了要 繁荣地方的建设 我希望有更多的资本家 那么进来 我这个地方来投资 我们欢迎 我想桃园县的县民 桃园市的市民 也都欢迎 但是桃园市民 更希望的一件事情 是应该要公开透明 而且应该是正式的招商 而不是私底下的夜宴 因为私底下的夜宴 会让人家有很多的遐想 也就是说 你为什么要把这些资本家 的第二代或是第三代 或是他当代的 这些资本家要晚上 请到你的家里面来 然后在那边谈什么事 是不是在瞧什么 瞧土地吗 瞧钻利吗 瞧钻卖吗 还是瞧说 我在规划这个航空城的时候 我哪一块利益给你 我哪一块利益给他 土地 土地嘛 还有建设嘛 对 哪一些工程给谁做嘛 哪一些商办给谁做 哪一些钻卖给谁做 就会让外界有不断的想象空间 政商的分级是如此的模糊 如此的模糊 那暗中的这些势力 就大家无法去揣测了 所以政商之间 一定要清清楚楚 一定要 你要招商 政治人物跟企业界的关系 都是必须摊开在阳光下 然后你什么时候可以见面 在什么情况下见面 什么时候你不可以见面 好 那这一切都是为了什么 明年2018 钱跟权 钱瞻就是明明白白的钱下去 然后明年选举 董哥 明年那个地方诸侯大选 最近很多事情都很古怪 罗智政出事了 然后最近 吴品锐 最近 女主播 最近这些事情 到底是一个什么事情 让很多人看不懂 这双方的支持者 就会想方设法 把对方把他拉下来 所以现在罗智政 罗智政现在 已经地方不敢跑行程了 对不对 你地方跑行程 他就问你说 那个人怎么样 你的助理怎么样 不敢讲 那吴品锐 我觉得比较尴尬 因为今天的周刊出来 这个事情 其实和他没什么关系 可是这个女主播 过去跟他曾经有 因为传了一个LINE 在LINE 在LINE上面 然后被媒体拍到 被媒体拍到 他们在熊 有一个熊抱的卡通动作 所以你们交情非凡 然后偏偏 媒体又给他写说 你看 这个女主播跟 有W的 有C的 有E的 这个政治人物很要好 那这个郭宇 郭宇在影射吴秉锐 很不公平 因为吴秉锐当然是W 就英文来讲 但郭宇去这样讲 对女主播也不公平 他的事情是怎么样 他事情很单纯 这个女主播过去交男朋友 他曾经把照片 传给他男朋友 那一定是从那里出来 和吴秉锐 和他都没有关系 所以这些种种的桃色的影射 其实我的感觉是 罗志正跟吴秉锐 都是绿营新北市市长 明年大选的热门人选 他们两个最热门 所以这背后到 这一局是什么呢 他这个你知道新北 龙建兄笑得很鬼 新北市就以前台北县 以前台北县民进党部署 而且经营最有力量的是苏贞昌 可是现在总统是蔡英文 那罗志正是蔡英文的爱将 他是鹰派的 是 吴秉锐是苏贞昌的大弟子 那吴秉锐经营又特别久 OK 那所以大家认为说 应该让吴秉锐 可是因为现在蔡英文一把抓 然后罗志正又是学者 所以大家觉得说 罗志正好像比较清新 那你清新 我用什么搞你最简单 就是去摩铁开房间 那这个做出来的话 你就可以看到 整个罗志正 他已经被打了 他消失不见了 好 然后再来 那这样子的话 他被打下去 所以这个也要打他一下吗 就是有人在搞谈谈吗 当然吴秉锐的支持者认为说 这个一定是你对手搞的 所以我就拿出来 然后把这个 其实女主播这个已经被 被传了三四年了 就是说这个流出去三四年 那为什么现在才拿出来 当然就跟政治有关 所以民进党在砍国民党 其实国民党要觉得庆幸不怎么样 砍自己人更狠 没有手软 所有你看到的新闻 背后很多时候都是有一个人在那边操作的 那为什么前瞻计划 本来大概在八千八百亿 然后有种种违法的事情 突然之间因为一个媒体的实习生 丢了一个水球 结果立法院院长开始来转来 骂媒体 然后要媒体道歉啊 要怎么样 要追杀这个韩信实习生 然后说他是共谍 这个我就觉得 这其中一定有原因 就是赶快我们来转移焦点 转移掉以后 大家就没有人去注意前瞻了嘛 那尤其是 他讲的几件事情 非常有趣 我们还是要回到前瞻来看 前瞻预算 为什么行政院长没有报告 为什么你就副委 过去立法院可以这样做吗 好 第二个 我也要请教苏嘉全 你说这个韩信学生 他是不可以进去里面丢水球 当然他第一时间 他就已经道歉 我们也谴责他了嘛 可是民进党的立委的助理 为什么可以爬上主席台 我们来看哦 这是民进党的主任王贵连 主任不是立委 这个是在主席台 民进党的国会助理 谢文青也在主席台 有图有真相 好 那丢水球是不对的 是瘫痪意识是错的 那国民党立委丢水球 韩生丢水球 为什么民进党立委 也丢水球 那苏嘉全你要不要处理 再来苏嘉全说 竟然说 他说因为我们质疑说 为什么你暴力占领立法院 23天不用追究 太阳花不用追究 为什么丢水球要追究 苏嘉全怎么回应呢 他说两个状况是不同的啦 这一次是实习记者 一般学生是一般学生 实习记者又是被立委助理 不同身份进入立法院 所以背景不一样 所以我要追究韩生 我不要追究太阳花 观众朋友 你听得下去吗 中华民国有一条法律说 因为你是太阳花 所以你暴力占领立法院 不用追究吗 韩生丢水球 你看是这个画面 他在这里 他丢了水球 没有危害任何人 然后你看太阳花是这样子 然后不用追究 所以指责你看 这个真的是莫名其妙 我先讲那个助理 上还有那个主任 上主席台的事情 我在立法院14年 我干了14年助理 我从来没有看过 国民党哪个助理 或党团主任 敢上去委员会的主席台 敢吗 当然不敢 这是不对的嘛 也不符合 这个立法院的相关法令嘛 那的确现场 因为我当时在现场 当时国民党的立委 就已经质疑这件事情了 可是他们还是在现场 对不对 所以这个完全 我觉得民进党 这个怕人化救命 所以然后呢 这个韩生的部分 我必须要说 你从法理情三面来看 台湾已经越来越明显 就是说朝向独裁 或者是朝向戒严体制 走回头路的这种倾向 是非常明显的 因为比如说张亚平案